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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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可能在他比较在意的几个品质上面 他会比较严厉一点 就是他其实是希望锻炼你了 是 第二个问题 刚才也说到家人 那家人会点评你的一些舞台表现吗 可以说说他们的一些观后感吗 其实我爸妈会看 他就觉得跳得挺好的 就是不管我干嘛 我扭一扭 他们就说扭得挺好的 到时候我姐姐可能受我的影响 然后她也开始学跳舞 她经常会发现实验中 你这个绿动开始要加强 就是可能跟我半整绿 好 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左凌杰 你那个常戴的行李箱里面装了多少东西 就是换洗的衣服 就是每天多好换 可能去一天要准备两套 万一突然下雨 那这套在光线下面就不太好看 就会准备很多套 就很多的备用 给自己一个安慰 就可以自己退一万步 都有一倍可以做 好 下一个问题 请问左凌杰 经常你播放列表当中 会出现的歌曲是什么 最近在听一个英文歌叫 What you made me do 所以你是喜欢美媚的 没有 听歌呀 听歌 我听律动啊 那你生活当中比较喜欢那些 音乐人是哪些呢 我喜欢周杰伦老师 林俊杰老师 那加斯利文 还有 其实我也会听那个 林肯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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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会想说 在未来我自己的这个音乐作品当中 也可以尝试一下 像Rock这种风格的音乐作品吗 未来我觉得有机会肯定要尝试 但是目前的话 听得比较爽就行了 先慢慢地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学习跟熏陶的过程 是的 对不对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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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